4月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被曝出几十年来一直接受德克萨斯州房地产大亨、共和党捐款人哈兰·克罗的资助 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在美国和全球各地旅行,却并未按照联邦政府的要求公开申报 克罗发表声明表示,他和妻子自1996年以来一直是托马斯夫妇的朋友,从未试图在任何法律或政治问题上影响托马斯法官 而托马斯则说,当时不需要透露旅行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迪克德·宾表示,他的小组将根据报告采取行动 4月6日,以共和党为主导的田纳西州议会采取了罕见措施,将两名民主党州议员从州议会开除 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在州议会大厦内举行的要求加强枪支管控的抗议活动 在田纳西·纳什维尔一所小学最近发生枪击惨案,并造成三名成年人和三名九岁学童死亡后 抗议者要求加强枪支管控。抗议期间,这三名民主党人走到州众议院会堂前 拿着扩音器参加喊口号,违反了州议会的礼仪规定 共和党官员说,开除议员是必要的,这是为了避免创下容忍扰乱议会程序的先例 被开除的两位议员琼斯和皮尔逊是非洲裔美国人 第三位,险些被开除但保住职位的格罗利亚·约翰逊是白人女性 美国总统拜登在推特上说,这次开除议员事件是令人震惊的、不民主的、而且没有先例的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4月6日发布的一项报告称 美国死于枪击事件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在两年内增加了50% 其中大多数案件是他杀,就在报告发布的同一周 全美多地的学生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枪制暴力 据路透社4月6日的报道,9名特斯拉前员工在采访中爆料 2019至2022年间,特斯拉员工曾通过内部消息系统 私下分享客户车载摄像头记录的部分视频和图像 他们称,能够看到车主的车库和私人物品 部分记录还拍下了特斯拉车主的尴尬瞬间 包括车祸和录弄事件 前员工表示,他们工作时使用的计算机系统 可以显示画面拍摄的地点 这或许意味着特斯拉车主的居住地也有可能被暴露 报道中还称,另有一名前员工称 部分记录似乎是在车辆停止和熄火状态下拍摄的 几年前,只要车主同意 特斯拉就会接受停车状态下拍摄的画面 但此后已经取消了这种做法 两名特斯拉前员工对此表示 他们对共享铜片并不在意 因为客户已经勾选了同意 然而,另有三名特斯拉前员工表示 他们对此感到困扰 有真假表示,传播敏感和客人内容 可能被视为违反特斯拉自己的隐私政策 这可能会导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干预 4月7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广东省广州市松原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 4月6日,中法两国元首 共同建政签署农业食品、科技、航空、民用核能 可持续发展、文化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其中,法国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当日宣布 与中国签署了160架飞机的批量采购协议 总价值约200亿美元 并将在天津建设第二条生产线 不仅如此,据法国埃利社工消息 在随同马克龙出访的商业代表团中 铁路设备制造商阿尔斯通 法国达菲海运公司 核电供应商法国电力公司 化妆品集团欧兰亚等公司 以及法国猪肉行业等 也都与中国签署协议,扩大了合作 据外媒报道 此商业代表团在此次访华行程中 签署了20多项商业交易 在马克龙4月7日到访广州期间 可能签署更多协议 此外,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 尽快停火指战符合有关各方 和整个世界利益 政治解决是唯一正确出路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绝不从私利出发处理问题 而是始终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 马克龙表示 法方高度重视中方的国际影响力 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 为推动尽快政治解决危机 做出共同努力 双方发表了中法联合声明 共同致力为国际安全挑战 寻求基于国际法的解决方案 继续用电影响力